几件事情说一下 也算是一个通知吧 明天上午的时候 我们金刚相摩住这边的女众道友 好像昨天讲了一下 但是听说今天我们的医生们翻译 可能有些需要提借的 免费提借的 可以到拉荣宾馆那边 因为主要是女众这边 男众这边过一段时间会安排 主要是女众这边一个是全身检查 什么肝啊肺啊这些 如果这个可能要抽血 就是早上不能吃饭 不能喝水 这个你们应该清楚 如果需要这方面的检查 还有一个是复刻方面的 还有一个是严禁 百类症等等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金刚相摩住这边的 有些道友 尤其是女众这边的话 明天上午就早上七点半开始可以到那边 然后可能官家需要 维持持续 帮助排队等等 如果来得去的人比较多的话 可能发誓要考虑一下到时候他们的传承 如果人多的话 那么就是不上课也可以 如果人少的话 那倒是给个别人当天的传承布一下 就是各个法师都这样安排一下 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待会儿那个相望课的时候 昨天有个法师借院的有个释迦牟尼佛的像 给我要一百张 这个是等会儿 本来是这边不用说 但是可能等会儿找不到 就是释迦牟尼佛像 还有一个呢 我们学院随理组发信的道友们 明天早上十点半到综合路会议室那边 就是跟南中财务科这边 就是以后如何学院的管理 随理方面 主要是随理方面的一些事情 希望你们去参加 并且大家共同商量 这三件事情我首先在这里说一下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礼拜我这边没有课 然后下一个礼拜的话 礼拜二的时候可能会有相关庄严论的课 现在没有完全定完 应该先我们确定是礼拜二有相关庄严论的课 然后具体到时候可以安排 因为中间我们需要大学生 还有我们学校的事情 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耽误 当然其他的法师和其他的学习 希望也不要需要我 好吧 我确实也不得不关心有些更多的事情 如果我一直是现在忙着传法的话 有些事情可能错过机会 所以我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是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 今天等会下来我们念完普行新闻品完美以后 可能还有一场短短的讲座 但是这个呢 我们只是对内不待会 我说不清楚 也就是说 网络上暂时不直播 然后学院内部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 这是两碗普行新闻品完美以后的事 今天什么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素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人上师 无上甚甚为妙法 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的就是 前两天也给大家说过 如何面对 我们在人生当中得到的一些绝症 主要是像癌症之类的有些病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得到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面对 我想利用今天的短短的时间当中 也像这样的道理 进行交流 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好听也好 不好听也好 都要听圆满 我刚才在路上 有个别的 可能有课吧 在路上有一个人说 今天这一堂课到底好不好听 另外一个人说 先去听听 试试吧 如果不好听就撤了吧 所以即使不好听也希望你不要撤 如果你要撤的话 先撤掉 因为我们的佛教大学的课 也实际上应该是有非常严格的 有些层面来讲非常严格的 今天让你们听这一堂课 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对你们还是有个比较特殊的开许 所以你的态度问题就是看好不好听 也许可能更甚深的佛教 没有一点信心的人来讲 不一定很好听 但是你也不能服人 他没有这个价值 所以我想本来我们学院的有些课确实也是不能对外的 每年都是也会讲这样的课 但我们像这类的一些课也可以共同大家学习 这个时候每个人应该要观察自己的心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些学问对精神来世有意义 哪些学问只是对精神有意义 没有对来世意义等等诸如此类的道理 我觉得需要思考 然后今天我在想我们大家共同要思索一下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可能有些是很快离开这个世界 有些不是很快 但是迟早都会有离开这个世界 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就想一想 自己在这方面做好没有准备 做好没有准备 尤其是现在世界上所谓的癌症 这个病非常可怕的 我们经常听到在医院里面也好 或者是别的地方 一听到你已经得了癌症的时候 好多人自己都觉得没有希望了 有些人当下昏厥而死亡的 有些人虽然没有昏厥而死 但是非常的害怕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今天我作为一个佛教徒的理解来 跟大家想一想 看确实我们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万一发现自己是真实得癌症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 我听说有一个人他经常到医院里面不敢去检查 因为他害怕肯定是得癌症了 所以大概是半年前我认识 他说我特别害怕到西医的医院里面去检查 一检查我认为我可能自己得癌症 一旦得癌症的话我怕死了 没办法所以他就不敢去检查 这也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们大家可能会知道 这个世界上确实也是现在所谓的癌症 艾滋病 这些病已经成为了世界的杀数 尤其是癌症如今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第一杀数 据一些世界维持组织的统计的话 那么每一年世界上八百万人被癌症死亡的 尤其是像中国好像是去年吧 也就是说2002年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报告 报告当中说 说一年当中 癌症死亡的人数是多少呢 就是说是270万人 270万人 那么270万人的话 每一分钟有六个人死亡 也就是说现在以死亡的人数来讲 基本上是无分之一是癌症而死亡的 我以前看过这样的一种统计者 当时我看到之后很害怕 确实我们死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一癌症而死的 所以很多人从来都是没有想 你的死亡的硬是到底是什么 但是自己都好像就觉得不会死不会死 一旦真正得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就特别涉亡 我认识的一些出家人也经常说是二战而死的 有些在家人 藏族人当中也有 汉族人当中也有 年轻人当中也有 老年人当中也有 那这种情况我们作为一个人 你自己想过没有 真的一旦我得到这样的绝症的时候 到底我有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它 那么我自己认为确实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培训 确实是非常的为难 有些人怎么说啊 他的心态有一定的关系 本来所谓的癌症有些人认为是 他好像是最近这几年当中心发现的一种疾病 但实际上从历史看的话 他并不是一个新发现的癌症 所谓的癌症 像中医的一些传统文献当中讲的话 就像是韩朝时候 韩武帝 在那个时候的有些文献当中记者 有人得慰爱 后来到嵩朝 清朝 在这个时候 人们对他的兵营对他各方面的操作的因缘 进一步地发现和认识 当然这几年以来可能我们所谓的因事不调 按照中医的说法 现在很多的爱症的因缘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也就是说白天本来很好的去工作 晚上很好的去休息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白天偶尔睡一下 晚上一直加班或者傲夜 这样的话 这也是挾爱的一种因 还有一种 我们的饮食没有规律 也就是说本来是我们人一日三餐 这是在相关的一些资料当中 也是觉得作为人类的话 应该有规律的一种饮食挑战 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饮食都根本没有规范 包括我们藏地的很多人是为爱而死的 就是食道爱而死的特别特别多 那么他们主要是饮食上面的规律不当 我经常非常担心 一个是在有些少数民族 他在食物食物的时候卫生不好 没有搞好卫生 包括受得不细吃脏罢等等 这样也是一个云远 还有我们有些人吃了晚饭以后 按理来讲的话 应该中间隔两三个小时以后才入面 但是有些人 尤其是我们藏地有些不太好的习惯 你吃了饭以后很快就马上 晚饭他们有些地方民间有这样的 比如说像六点钟左右的时候吃一个不是真正的晚饭 然后到九点钟这些十点钟的时候真是晚饭 我经常跟他们也讲 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 因为你如果这种方式吃完了以后 你碎了的话就没办法笑话 以前我在一个课堂上一讲 虽然我不是学义的 但是自己也喜欢看藏义 包括一些中义这方面 这也是可能是一种原因 这方面我们也要观察 然后按照习义的话 现在很多的 包括我们在食物当中的话 有一些天价的一些技术 还有一些防腐剂 这些也是导致摘爱的一种因 实际上习义真正发现 比中义比我们的藏义的话 那么可以说它的历史并不是很长远 应该说是你现在接近四百年吧 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一千五百七十多年吧 在那个时候习义解剖血 开始已经发现 在西方国家发现 然后按照这样算的话 我们藏义当中 云王要证 云王要证的话藏族非常出名的 一个第八世纪出生于世的 非常出名的 在这个当中人的解剖血早就已经讲了 七十纪的时候也是人的解剖血 我前一段时间去了 上海的 不是上海 清海的一个叫什么 红十字医院 也是藏习义 终于相结合的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藏地 以前的一些关于一些解剖血 关于一些古老的 原始的医学方面的典故和一些理论知识 看到以后确实是有悠久的历史 按照藏义的观点 其实所有的癌症早已发现了 当然西医的前生 也就是说他的最初的在公元前 大概是四百年前的时候 什么西布拉蒂克先生 也就是说是西方医学之父 有这样的时候 那么在他们的一些医学当中 也有所谓的癌症 癌症的话就是一种危险性的疾病 它有有害性的疾病和危险性的疾病中有 它属于是危险性的中有 因此我们从离世来回顾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的癌症 并不是最近发现的一种特别难以治疗的一种病 应该是一种离世性的 但是这种离世性的疾病 如今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发现的越来越多 因此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五个人死亡的话 有一个人很有可能是癌症而死的 所以我们身边经常的在医院里面发现 得癌症的人那么多 我以前也是想过 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也经常想 如果我去医院去检查 然后说是你已经得到癌症的时候 我会这么想的 虽然这个话不是很迹象的 但是我们不迹象的计划也好 不迹象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每一个人来讲还是有需要 有一些有所准备 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 为什么 是不是你们人多了天气热了 还是我紧张了 我应该没有紧张 对吧 你那个是试得更不行 没事 没事 好 可以 所以我在说 我们现在首先要知道这种疾病 一旦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身边的人身上发现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这个很重要 本来它的治疗方式 吸引有一些吸引的这种治疗方法 比如说开刀 也有一些化疗 所谓的化疗 就是化学物 然后进入身体里面 然后把恶性肿瘤进行摧毁 就是萨死病毒 也有这样的 还有一些 这叫做化学的这种治疗方法 还有一些放尿 也就是说放射一些光 然后遭受到疾病的中流之处 然后进一步消化 这也是习义的一种方法 但是习义的真正的治疗方法 大多数人来讲 效果也是一般般的 但是人们遇到这种病的时候 现在也是在医院里面 有很多人 不对不依靠这样 甚至有些医院的话 也特别黑啊 本来他明明知道是根本没有希望 但是也是有一种方法吧 甚至说是不断地给他进行化疗 还有些 当然前几年也好 最近也好 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一些消息 这些我们也没有必要 在这里一一记录 总的来讲 现在这个社会说实在 很多人对生命并不是很重视 而是对钱财特别重视的这么一个时代 这也是相当可怕的 还有一些中医的这种 当然西医有些地方效果也是很好的 而且进行治疗之后 激烧素人通过次药 看病 化疗 这样之后病情一直稳定的 也有许多特别好的医生 惯性病人 这样的人自古以来也是相当多的 我们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要以一本为二地去分析和对待 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然后从中医来了解的话 其实调整一些饮食 调整一些心态 更重要的它的无形 营养等等 通过这样的调和方法来进行治疗 尤其是现在所谓的一些原始殿等等 我都遇到过很多原始殿的医生 他说 癌症一点都不怕 我应该有办法 按一按 肉一肉等等 不过确实现在有些特别严重的病 也有一定的效果 还有一种方法 我们也确实不得不承认佛教挑衅的一种医疗方法 这就是一种心灵的科学 到目前为止 心灵科学的治疗 在西方国家的有些医院里面 在有些学校里面 他们一直在常识之后 但在多余国家 说实在 不管是俄罗斯也好 中国也好 还有在别的一些国家当中 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特别好的科学 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医院和一些学校以外 并没有使用起来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相当的可惜 我们以后应该不断是要观察身体的一些身经脉络 青年明天来进行对治各种疾病 更重要的可能心态的治疗很重要 好像我以前也讲过 有两个人去医院 结果一个人得感冒的 一个人得癌症的 然后医生把这两个结果已经混淆了 然后给得癌症的人 他得到了得感冒的消息 他把所谓得癌症的检查结果给给他 结果得感冒的人恐惧而死了 然后得癌症的人 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 吃感冒的话吃一吃 咬着好了 后来已经好了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心态还是非常的关键 以前历史上的很多学者也说过 作为一个成功的医生 既要治疗心 更要治疗身体 更要治疗心态 如果不会治疗心态的医生 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医生 也这样讲过 所以我想这种心态的调整 心理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 以前有一个医院里面 有一个来年人 他去看病 看病的时候 后来医生发现 他确实是对了一个癌症晚期 没有办法的 然后给他说 你现在只有回去好了 就没有什么 不需要住院了 然后这个老太太认为 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病了 出院了 然后他就非常开心的回去了 结果两年之后 已经确实是不但没有死 而且他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后来到了医院里面的时候 那些医生也是很近 结果闻了原因之后 说实在他的心态成了一定的作用 因此我想我是经常这样想 万一我们得到了这种疾病的时候 我们完全是依靠医生来救我们 还是依靠自己的一种心态 有两种可能 有一种可能 你怎么样心态调整也好 身态各方面的治疗 也许可能没有希望的 还有一种可能 我们的心态很好的话 很有可能 这种病就慢慢不会对自己有害的 我们认识的 很多很多的包括出家人和在家居士当中 已经十年前 五年前 三年前 有些人已经发现得癌症 但是后来都是自己的心态 当时有些人的这种确定的话 说实在自己已经可能没有希望了 他一心一意的念佛 一心一意的求解脱的话 后来完全都已经好了 这种现象不是一个两个 因此在佛教的治疗方法当中 我不敢承认绝对会有这种治癌的方法 但是跟其他的治疗方法相比较起来 确实大乘佛法有一定的差别 因此我们一般来讲 对这种病的时候有几种方法 按照佛教的方法 按照佛教的方法 像那个勃勃勃勃勃有一个痛苦转为道用的一个窍诀 然后勃勃勃勃勃的大弟子就是那个知青勃勃勃 他有一个叫做痛苦和快乐转为道用的方法 我以前这两个窍诀都已经看过 而且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稍许的用意下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以前我想翻译 但是后来因为世间一直没有 其实内容并不是很多的 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 不管是你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 你应该是有一种方法 就是用一种方便方法 当你人生当中遇到了最大的困难的时候 那么你是怎么样面对 以前英国书相丘吉尔他也是说过 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 那么我们如果能战胜困难 战胜困难的话这是一种胜利 如果困难战胜了我们的话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种耻辱 说实在修行人也是这样的 有些修行人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痛苦的时候 他完全利用修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人即使生活当中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生活应该很平淡 但是自己没办法坐下去 中间遇到种种种的违缘和困难 而退时到信 这种现象也是相当多得 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是得到这样的病 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一心一意的皈依 祈祷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比如说我得了这种病的话 那我就想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 生生世世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病魔 然后违缘还有障碍等等 那么我除了三宝以外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益处的 那么祈祷三世三宝 你给我加持和保护 如果我这样的病对自己和他人有利的话 让我死也是可以的 或者让我病也是可以的 除三宝以外没有任何的医护之处 这样的方法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然后第二种方法的话 我们要得到这种病的时候 修慈悲心 怎么样修慈悲心呢 就像自己在身上也好 在心里特别绝望痛苦的时候 就心里面想到 其实我这样的痛苦的话 那么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众生会得到 比如说我今天得到一个特别不好的疾病 什么肺结核 肝癌 或者说是什么现在所谓的肝爆虫等等 各种特别可怕的这些疾病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 除了我以外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的像我这样类似的 有些病人的话 他自己没有生病之前的话 就根本不知道的 一旦生病了之后 才知道病人的痛苦是什么样的 我们以前学过《入菩萨学论》 《入菩萨学论》你们也是讲过 所有的苦害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功德 有什么样的功德呢 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对轮回产生厌厌性 你平时生活平平安 快快乐乐的这些人 对什么生活当中的痛苦 就是不会发现的 当你真正是或者感情上 或者身体上 或者心理上 受到极大的这种刺激和一些折磨的时候 才完全明白 这个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的特别的这种既往的人 原来我遇到过一个 就是他这个教特别不好的人 然后呢 就是他 这个医院里面就是最后他已经好了 就是好了以后的话 从此之后他就每一次看到这个教不好的人 就是那种对子的话 他就深感体会 就是觉得这是最大的痛苦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 他可能自己先天性的 对一些你的眼睛不好 你的耳朵不好 或者是你的肺不好 干不好的时候 你就经常有一种恐惧感 有一种痛苦 那么这种痛苦 就是引发什么呢 对其他人的理解和其他人的其他心态的了解 就是苦的一种感受 这也是生起出离心的一个因 这是《入行论》当中讲 第二个就是遣除傲慢 也就是说 他本身你这个人是特别傲慢 就是严重无忍 就是目准无忍的 但后来就是得了这种病 就是受到一些生活上的痛苦 就是违缘 这之后你这个心特别跳入 就是不会傲慢的 然后第三个是对其他众生生起悲悯之心 对轮回众生生起悲悯之心 我们也会这样吧 自己如果没有感受 任何的痛苦的话 可能对身边的人从来都是不会感觉得到 一旦我用这种痛苦和疾病之后 会理解别人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向观修悲心 也就是说自己真正是得到这种疾病之后 那么自己一定要修一种观大悲心 观大悲心的话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修法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的话 那么就是要忏悔 也就是说当你真正是得到这种疾病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想也许我可能这个病确实是已经成了最后的 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因 也许我还有希望走这条路 但不管怎么样 这就是我前世的一种业 其实现在中业和西业的话 真正的病因并没有了知道 他们有些说是以自己的什么用一种遗传 有些说是以外在的一些精神等等 各种各样的一些判断方法 但实际上根本的因 按照我们藏语和佛教来讲的话 实际上即生当中实在是没办法改变的这种倔证的话 那与前世的因有逼不可分的这种关系 也就是说佛经当中 佛陀也讲专门的一种因缘了 我们今天的不管是你的快乐也好痛苦也好 其实它有它的因和愿 所谓的这种因 直接的因的话 跟我们前世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也并不是扮演这代都是前世的业力 今生的因缘一定关系也并没有这样承认 但是说实在的 包括我们现在医学界 科学界 他们都是根本没有办法 让确认的很多因缘 跟他前世的造恶业和造善业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当这种疾病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种忏悔心 我即生当中的这样的痛苦的来源 我应该前世当中杀害众生 前世当中做什么 我现在在丧死三宝面前一心一意的 好好的忏悔 而且如果有死的话 我之前我好好的所有的罪业 自己心里面进行忏悔 按照《毕奈耶经》当中讲 临死之前如果忏悔的话 以魔力的心的力量和三宝的加持 一定会是参见一切罪证 这也是说过的 所以说很多人去忏悔 忏悔的话 有些人忏悔忏悔忏悔 最后这个病不知而遇了 很快就会好的 这种情况也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们这是还有一种方法 然而第四种方法 就是自他教换 这是前辈的很多的大德也是这样修的 刚才是像一个自卑心 那么如果我的心态 我在生活当中 对这种疾病有一定的修炼的话 那么我到这个病的时候 我想在世界上是有无数的众生 也是像我这样的这种痛苦 那么这次的这种疾病 对我来讲是一种机缘 那么让所有的众生的疾病和痛苦 就是我来承受 我的所有的快乐和所有的福德和财富 我就赐给他们 但我们一心一意 如果是这样观修的话 那很快的思想当中很有可能会好的 这不是一个传说 以前好像在网上还是什么 过来的有一个叫索巴仁波切 他面前有一个中国的弟子 然后得到绝症 得绝症之后他特别特别的伤心 然后到哪里去求 他就介绍印度的一个叫做宁堂仁波切 在哪里 然后仁波切对他讲了一个自他交换的菩提心 然后他自己慢慢慢慢修着 他一方面也很痛苦 一方面有时候偶尔修一下 后来到医院里面去检查的时候 确实这个病根本没有 后来上师问到底你是不是修了很长时间 他说我每天大概可能修个四分钟左右吧 然后就好了 就四分钟左右 所以我们有时候确实自他交换的修行 在我身边所了解的一些汉族和藏族的道友当中 有些人确实是已经在医院里面发现死 已经决证 但最后自己死也好 活也好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的摄生当中的所有的快乐和拥有都给他 那么实际上所有的这种痛苦我来承受 当然这种心态是比较有一定境界的人才可能做得到 没有的话可能有一定的害怕 不一定能做得到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 说实在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这是大概我讲的是第六个还是第五个吧 第四个是吧 然后还有一种要想到有一种改变理念 改变理念的话 原来我们认为死亡是很恐怖的 疾病很恐怖的 所有的癌症的话 以前我们没有训练过的话 大家都很害怕的 但是在藏传佛教的有些窍诀当中讲 自己最害怕的 最痛苦的事情 你就不要把它当作是最可怕的东西 你应该经常 就像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当时很多的电影当中 日本是中国的敌人 然后每次都是两个孩子 一个当日本人 一个当中国人 然后我要这么样面对日本 就是当 杀 打 每天都是这样 去玩耍当中去训练 我们修行人也是说 但我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死亡 我最可怕的什么就是得绝症 那么我没有死 我没有得任何病 我在健康的时候 我平时在生活当中 我自己的自己也要默默的想 一旦我得这个病的时候 我怎么样 一旦我死亡的时候 我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面对 就是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 反反复复的去这样的训练 就像是一个士兵 他还没有上到战场上之前的时候 他以各种的这种动作 各种的这种影响敌人的方法 他在自己训练的过程当中 他撩如智障的 但一旦真正是遇到敌人的时候 他原来还没有上战场的时候 自己所有的这些动作和他的技巧 可以再用上 在那个时候跟从来没有训练过的人和人 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人的身体也有训练的 人的心里更有训练的 因此我们转变理念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 现在大家都在修行 其实真正的一个修行人来讲 把死亡并没有看着是特别大的事情 包括我们像藏地的一些老年人 大家是七八十岁的人 他们对死亡一点都是不害怕 自己觉得我一辈子当中修行 当我离开的时候 好像我要换一个站而已 我原来是在这里 下一次就到 但任何没有信仰的人 没有任何的这种修念的人 当你死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人 领导也好 科学家也好 文学家也好 谁都是特别害怕 这就是并不是他不能面对 但是他没有这个机缘 他没有这个训练的这种机会 所以说我想我们的这个理念的这种改变 以前好像是西藏僧事书还是什么 就是登州法王七六年的时候 好像遇到一个病人 遇到一个病人 他就特别特别的伤心 我也会死了 很快的时间当中死了 特别绝望 特别绝望的时候 登州仁波切跟他说是 不但是你死亡我也在等死 只不过迟早而已 我也是等死 我也已经判了死刑的了 其实这句话我后来也是想过 说的是很对的 我们在座的人 只不过都是已经判完了死刑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 让我们真正判死刑呢 就是这个是每个人啊 有些是可能就是这个二十年以后就是判死刑的 就是我们这个欢气就是 然后有些是两年 有些三年 有些可能十年八年 就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在按照这个佛教的这个 这个说法和讲的话呢 可能现在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是二十岁以上吧 如果二十岁以上的话呢 那你会一百岁的话呢 就是在过八十年之内 就是我们百分之百就是会死亡的 那这种一说你这个判死刑 我真的判死刑啊 然后说说啊 就是就跟你判八十年的燕花 然后再的话 那自己就可能很恐惧的 实际上我们都在等死啊 那这样的一观念的时候呢 就这种改变这个观念之后呢 就觉得其实呢 就是并不是就不仅仅是我 所有的人都会这样的 我就是得到这种 我刚才所讲的嘛 就是一般来现在的一些通知的话 五个人当中呢 就是五个人死亡的话 很有可能一个人是得癌症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死肯定会是死的 但我得癌症并不是很不幸的 就是应该说很多人的这一条死亡的 只不过是现在的 以这种病来死的人多一点 因此可能我们作为一些修行人啊 作为一些修行人的话呢 自己对这个疾病和对死亡的人面对呢 就应该是 就是迟早都是有一些心理一种准备啊 就是为什么是现在有些佛教徒 就是死的时候特别安闲 就是快乐 而这个一些科学家和一些事件的智者 对人类社会很有贡献的 这些人死的时候呢 反而都是特别伤心啊 绝望啊痛苦啊 大声号叫吧等等 这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一种 这是第五个吧 然后第六个的话呢 就是想念佛 念佛也是相当的重要啊 念佛确实是 你如果真的是得了这种病的时候呢 其他的可能大量的一些善法啊 理论的研究啊 这些都是不一定的 我以前跟有些道友啊 确实他发现 就是那个爱症的时候呢 我给他经常讲 一个是你念完四十万遍金刚萨埗 然后呢 多念阿弥陀佛的心主或者是名号 但后来呢 这些人都是确实是好了 确实是好了 这样的这种心理相当多的 说实在的 我以前看过那个 东宁师的大恩大师 就是大恩法师 他也是在说过 有一个人在十年前的时候 得这个爱症 其实他是信佛教的 他就开始念佛 念佛以后呢 后来好像在他的现象当中 见到阿弥陀佛啊 然后呢 对他进行加持 后来呢 这个病已经好了 十年之后呢 他去到四月里面去打残祭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他 他还是见着的 非常奇妙的 所以这并不是传说 这并不是一种圣化的故事 应该在现在的佛教历史当中说实在的 这种现象是相当多 很有可能通过念佛 他的病情完全变好 不会扩散 不会转移啊 然后很快的时间当中 就是以一种非常奇妙的这种方式来 让他的心态一一调整之后的话呢 就马上获得这种解脱 有可能 即使你没有这种很快的时间当中 得到恢复的话呢 实际上你在安闲当中会离开的 所以我刚才所讲到的 克拉蒂啊 希布克拉蒂那个医学家 在他的一些罪 公元前四百多年前的 他的一些书里面呢 也说是所有的癌症呢 它是一种危险性的疾病 但是他调整的方法呢 他是避免治疗 就是自然恢复 有这个词 也就是说 他自然而然的通过一个调整 通过一种方法来心态调整之后 才会恢复的 因此我们可能 我今天跟大家就要沟通的 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是我们很多人 修行人也好 非修行人也好 很有可能迟早都会得到一些不好的消息 但得到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呢 你每个人就是有没有这个心中准备啊 以前我们藏地的像那个有一个上师啊 就是在他的这个传承弟子当中的话呢 很多人对面对这个死亡 就是提前呢 就是有一定的修行和境界 后来在他的传承弟子当中 不管是哪一个人就是得到了死的这种 这个死亡的消息的时候呢 他都用微笑来这个面对的 微笑来面对的 并没有特别痛苦和烦恼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希望 应该好好地修死亡无常 死亡无常都是按照藏传佛教的有些窍诀的话 首先是最好在一些寂静的地方 在寂静的山谷里面 在寂静的房子里面 一心一意的观修很重要的 观修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真正已经得到了这种绝症 比如说你平时提的不敢提的 刚才不是我讲的吗 有一个人连医院里面都去不敢检查 其实检查很有必要的 我们还是按照真正的健康学的角度来讲 我自己都是经常忙着或者这个这个那个这个 但是我给别人经常说是每年当中都是最好 还是自己全身的做个检查 这样的话如果早一点发现自己身上的任何一个病的话 那么这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佛陀在《维末寂静》当中也是讲了 就是什么刺身不理病 刺病不理身 意思就是我们人的肉体 人的这种肉体的话实际上是一块疾病 它只要有了身体的话 肯定会是有病的 然后我们一旦发现 我有病的时候特别痛苦害怕 如果你早一点已经明白 我这个肉体的话实际上是很容易得疾病的 这样的一个道理你明白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这样的话 你在激进的地方已经有一定的修行了 有一定的修行以后 一旦发现的时候你不会产生恐惧 如果产生恐惧的话 现在医学也是这样的 在佛教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的心态对身体的正常运行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如果我们心态非常狂乱恐怖的话 那么身体的风脉明点 风和脉明点都会整体性的一种绕乱 整体性的绕乱 这个思论的话 原来的级别更加增长 如果我的心态很平静的 很贪然的话 虽然我的身体上是有一些级别 但是这个通过心态的挑战 慢慢慢慢会很好的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临串纪念的一些医生 他有些病毒是对病人说的 不会说的 本来是你已经检查结果是很不妙的话 不错不错 你现在慢慢慢慢调养 可能我跟你的家人沟通 可能灰气吃中药好一点 所以如果西医说灰气吃中药的话 你们要注意 我们赞里也是很多听到 说是爱诊的时候给病人骗说 没事 大德方面没有什么 灰气吃脏药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有些人真的没有事的时候 比较聪明的病人很害怕 灰气吃脏药的话 是不是我已经真的得到了什么病啊 很害怕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心态首先有一定的训练 确实也是会有好处的 只不过现在确实我们要注意的是 实际上杨花生大师早就说是越来越末法的时候 一些怪病各种各样的疾病蔓延得非常快 像所谓的现在的艾滋病 癌症这些 这些大多数的话 我们所谓的终生的业力病也会这样的 因为世代太不好了 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化学物 很多的疾病的愿力 来到人体上是特别多的 美国有一个专家 他说现在很多得癌症的主要的来源 很多人吃鱼 因为鱼的身体的里面和身体的外面 有很多很多的癌细胞 我们这里可能佛教徒现在稍微好一点 其他人包括今天来自于女友的 刚才说如果不好听的话撤了吧 那些人听客气 好像是北方人 北方人鱼不太多 但是南方人吃鱼特别多 但北方也多 现在你吃的鱼越来越多的话 美国专家他们说 鱼身上有很多的癌细胞 就是这种治癌细胞 进入到人体的时候 人本身是很健康的 然后现在动物身上的 其实现在医学发现 很多的动物都得癌症了 我们吃肉的时候 把动物身上的癌细胞直接进入 所以现在吃素的话 他的身体已经称了坚性结构 坚性的身体 所以犯碍的免疫能力特别强 吃肉的话 他的身体叫酸性结构 那么这种犯碍的能力特别特别削弱 再加上自然而然动物身上的病自己得到 所以我想现在会有什么事 你们想一想 一年当中中国270万人 有一个统计里面说是 在中国每一年当中160万人 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 温泉地震 我们很害怕的是什么呢 什么阳暗地震啊 其实在这些地震当中 可能死亡的人十万左右 六万左右 两万左右 像雨速地震等等 不同的数据 对我们人类并不是带来最毁灭性的恐惧 但所有的像艾滋病啊 艾滋这些呢 对我们每一年当中杀害多少多少人 可是我们平时的行为和平时的生活 人们的这种行为当中 不但没有发现 还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 因此作为一些医学界的话 我们也想一想 每年当中只有270万人 我想是这些数据并不是骗人的 他们通过医学和包括联合过世间卫士组则 他们都是很严格的一种通缉 来告诉世人的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也好 作为一个世间人的话 每一个人都是要关心这件事情 那关心的过程当中 首先最好是在饮食上面 在平时的生活调整上面 应该有规律 同时我们对肉食的贪婪 也许表面上看到我们吃众生的肉 可能你觉得很好吃 很好的 但这是佛教的因果观来讲的话 我今天吃你 他明天以这种疾病 反而自己身上自己都变成死亡的因 有这个可能 即使你不相信这样的伦理的话 你要相信 现在我们如果得到这种病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 所以我们佛教当中 就要求先在寂静的地方去修行 也就是说寂静的地方 如果不寂静的话 你心态刚开始修的时候 很难进入这种境界 然后你一旦在经济的地方 就是修了一段时间之后 最后自己有一定的这种强大的力量 那个时候在人群当中也是可以修 比如说我刚开始 我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 我可能没有这个勇气 我没有修行的话 光是口头上说能不能像我一样的 我最后如果真的死的时候 我虽然口头上我将病转为道用 痛苦转为道用 但自己如果没有修的话 到时候可能很可笑的 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每一个人从先迷远上知道 然后在实际行动当中稍微修 修的时候也是次第次第的修 到最后的时候 站在自己心里面也想 本来也是无常的 我的人生跟疾病也是病不离身 身不离病 这是文莫寂静当中讲的 所以这种意愿我完全拟打的时候 也许可能到时候 面对疾病和面对痛苦的时候 我是更加心里坚强 如果我有心里坚强的话 那我面对问题更有力量了 所以说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要不要想一想 现在世间人的很多人每天都是忙着挣钱 忙着竞争 忙着大班 讲一些所谓的品配文化等等 但这些在短暂的人类的眼前 好像感觉像彩虹一样非常魅力 但实际上你真正去寻找的时候 不但得不到他的结果反而非常痛苦 更重要的在我们人生当中确实需要遇到的 有些问题自己应该心里有所准备的话 也许你是应该英雄者也是制止 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想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么几个道理吧 好吧